从澳洲飞回台湾 参加这位老人家的告别式 师傅吩咐吾道法师给韩馆长当时告别式的方式 来为这位老人家去做告别式 所以大家组织三次系列 打佛七为他老人家回向 做得很庄严 这位老人家有一天在佛七当中 他附在一位居士身上说话 这位居士没有透露名字 叫做妙音居士 说话他自己是胡离离居士的母亲 王燕萍 当时在场有位装置法师 大家都知道的 在香港 前一阵子在这里 今天开示 这位老人家 通过凌媒开示 要求他求生西方淨土 这位老人家 听了西方淨土大概的意思 不太明白 要求听经 于是 在他的灵堂 设置了一部DVB机 专门为他一夜播经 这个老人家还要求 一片DVD机放得太慢 他要听很多才行 那时候胡居士就买了个 卡拉OK专业用的放碟机 一次可以放400片 所以这位老人家就在那个灵堂里面听经 很久了都没有出来 找这个灵媒 时不时他会出来 找这个灵媒 向庄智法师请教 有什么问题 向庄智法师请教 后来有一次 他就向庄智法师说 我听经应该听明白了 我知道我自己罪业很深重 我不是一个好人 我现在 没面子去见阿弥陀佛 我可能往生不了 庄智法师他学经教 他明白 立即开始他 你要知道 往生极乐世界 全凭信愿之有无华 你真信切缘 你真正相信 真正狠切犯愿 往生极乐世界 你就一定难往生 即使你做作五亿十恶 你能够惭悔 以后不再做了 回心求生极乐 你依然可以往生 还跟他说了阿瀉世王的故事 阿瀉世王 你看当时 出佛身血 杀父害母 做这些五亿罪业 临终的时候 地狱的障 相 现前 他忏悔 他念佛 求生淨土 依然得到 上品终生 所以 做作罪恶不要紧 只要你能够惭悔 能够回头 后不再做 能够求生淨土 一样蒙阿弥陀佛接人 增长这位老人家的信心 后来 这个 一直跟他 做这些功德 念佛 三时是念 七七四十九日 一般我们说 人 死了之后 神色 在七七四十九日之内 一定会逃生 跟他做足了四十九日 到了第七七的时候 胡居士 决定 为他的母亲 扮演一次佛七 佛七最后一天 刚刚是 农历的六月十九 观世音菩萨成道人 打一场三时系列 结果 这位老人家 可能在这个时候 善根成熟 他通过这位妙音居士 这个 讲话 叫他寄下来 写给他的女儿 胡莉莉居士 一封信 说 四十八大元 已经给我很大的鼓舞 因为吴智法师跟他说了四十八大元 究竟是什么回事 他听了之后 好受鼓舞 他说 我终于可以破迷开悟 一心向佛 我不会辜负大家的众望 是否可以请大家为我大声自成念佛呢 然后祝负胡莉莉居士说 你要继续帮助人 尤其是法师 讲经说法的法师太重要了 所以胡居士才组织佛七 为他念佛 最后一天 是三时系列 三时系列 第一时过后 到了第二时 这位妙音居士在念佛的时候 突然间听见这位老人家的声音 我成佛了 妙音居士问 你是谁呀 是不是 胡莉莉居士的母亲王燕萍居士呀 他说就是我呀 我现在成佛了 我相信这位老人家可能对教理不是很清楚 往生极乐世界 是不退成佛 但是仲未成佛 但是得到佛的受荣 他以为他已经往生成佛了 那也是啦 妙音居士就问他 那你往生是去了哪个品位呀 老人家说 我是下品终生 品位很低 下品终生 但是往生就不错了 偶异大师说 下下品往生 我都足够了 他下品终生 还高一个层次 这个是什么呢 忠音生的时候 完成对他的佛陀教育 七七四十九日 足足教了他 七个七 最后 往生极乐世界 这种案例 是非常之小件 因为忠音往生是很不容易 最容易是什么呢 没有断气之前往生 这个最容易 第二个是 断了气之后 再跟他助念 帮助他往生 那时神色没离开身体 往生 第二容易 最难就是 神色出了身体之后 变成忠音心 这个 是很难 虽然难 不是说不可能 阿弥陀佛 接引一切众生往生 无论你什么形态的众生 都可以接引 这六个案例 我们通过不同的角度 理解往生淨土 最关键就是 我们自己 一定要有 坚定的信愿 虽然 靠座念 会有保险 但是那个是什么呢 是次要的保险 如果到了指望人家中阴那时超到往生 这个是不容易的 除非你的女儿 可能是好像狐狸狐狸居士一样 狐持正法 使得老法师亲自披挂上阵 来帮你 可能没有问题 但是 我们要求自己 这些事情不要求人 求自己 什么呢 坚定的信愿 看破放下 一向尊念 法菩提心 这样念佛 自己就有保险了 希望大家 依教奉行 我们同生击落国 多谢大家 有讲得不妥之处 请大家多多批评 致政 阿弥陀佛